为了今天 干杯 干杯 干了啊 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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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这是什么意思 这张卡里有三十万 是我做公众号赚的钱 这三十万 就是我们新媒体事业部 单飞后的创业启动资金 我这个人 虽然平常嘴上刻薄了点 也小气了点 但是我绝对不会 亏待我的搭档 我今天带着你们辞职 不是一时冲动 我都想好了 只要我们三个好好干 我们一定比他盛装赚得多 活得好 行 行 你要不要再考虑一下 我你也知道 你别让一时冲动 我到时候拖你们后腿 我可能也差点意思吧 我都好久不写稿子了 说不准还没比娜写得好呢 听我说 虽然我们只有三个人 但是分工上也要明确 吴欢 你在生活方式消费上 有很多的品牌资源 继续去开口你的资源 我们二手时尚指南 以后也可以开辟多个栏目 主栏目做时尚八卦 这是用来吸引粉丝 扩大受众群的 只要粉丝数据一上去 我们就可以吸收和消化 各种的商业植入和品牌赞助 丽娜 你勤快肯学 又能吃苦耐劳 好 我们成立新公司后 除了做稿子跑内容外 公司所有的行政管理 也要负责起来 不是 我们还要开新公司 当然啊 新媒体时代 已经来了 朋友们 时不我待啊 朋友们 公司名字我都想好了 就叫不怕胖传媒 杨布雅姐 杨布雅姐 在座的 就是联合创始人 不敬我一个吗 为了不怕胖传媒 给我倒点 为了不怕胖传媒 干杯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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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再喝一点 我完了 好好好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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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